各位好 今天7月14号 我是五月三人 吃了吗您呢 刚刚发生的川普在他的演讲集会上遇刺的事情呢 相信各位都看到了新闻了 而且也看到那张照片了 非常著名的照片 瞬息之间通过现代的这种网络传播就传遍了世界 就是川普流着血 然后他愤怒的挥着拳头 上面那个美国国旗飘扬 你当时几乎给所有知道历史的人都有一个印象 这不就是当年那张美国国旗插上硫磺岛的照片吗 虽然当时那个照片后来被摄影师证明是一个摆拍 可是实际上曾经发生过 这个事情曾经发生过 然后他只是找一些美军又重新 美国士兵又重新复原了一下当时场景 你说是摆拍 也是摆拍 但是它是实际产生的 实际也有过这种事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一看到这照片的时候 至少我看到这照片的时候 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 这回川普是赢定了 这个原来我的判断是什么呢 就是川普稍微领先拜登 大概是51%到49%之间 就是未来将来的这个可能性啊 咱只说可能性 不是说选票 那最可能最极端的状态下呢 是川普呢到50.5% 那个拜登呢是49.5% 大概就这么一个很小的差距 现在这个差距 我估计怎么也得是37开 或者是说这个28开了 这个就是胜率啊 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我个人呢 您看就是有很多我的观众朋友 你们在那个在美国 那我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去过美国了 那上次去还是在川普第一次竞选的时候 当时我就说他能赢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当然也是被骂的很惨了 今天我估计我这期出来呢 各位 我也会被骂的很惨 对吧 就跟我当时那个预测这个台湾大选 今年年初的时候 预测台湾大选是 我说那个民进民进党也最多得票超过42% 对吧 那个叫什么 那就是那科辟 没啥希望 这一点希望没有 这也被骂挺惨的 这个正常 这个正常 你知道这种预测都会被骂吗 那我这个理由其实挺简单的 大概只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美国人呢 因为我在美国也生活过很小 很短的一段时间 大概不到三年左右的这么时间吧 然后呢 那对他了解有这么一点点 就是美国人这个英雄情节呀 实在是太重了 这个未免特别的重 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各种各样的 这个美国人 美国人拯救世界 对吧 各种超级英雄 我喜欢漫威啊 可能各位喜欢蝙蝠侠的就不用跟我说了 我不喜欢蝙蝠侠 反正就是这个对英雄情节这件事呢 美国人看的其实比这个其他国家人都重 啊 就这个没办法的事情 那然后呢 如川普的这个举动 尤其是他后来开始蹲下去 后来就起来 在那会儿挥旋 在表达自己的这个愤怒 以及自己的这种冲动 我觉得这对美国人的冲击 对于中间选民的冲击是相当大的 尤其是在他在说一个让美国再次伟大呀 啊 然后呢 说是这些这些东西啊 他他有这么一个 他有一个怎么说呢 应该是说他自己可以说践行了这个他自己的这个观点 你甭管他说其他的谎话或者怎么样 跟什么姑娘在如何如何 那他自己本身他是一个可以让人看到的优秀有肉的英雄 就是他他可以不屈 他可以去那个去抗争 他不害怕 美国这些人特别需要这样的一个人 美国是一个永远热血沸腾的国家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呢 从这一点来讲 大量的中间选民有可能会倒向他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是 其实这回美国大选是一个挺糟心的事 就是呢 大量的 因为我很多朋友在美国嘛 原来我们平时在那个 在网上有时候也在交流这个 这俩人都不喜欢 就这个既不喜欢川普 也不喜欢拜登 那就打算把这个票啊 就给弃了 就今年我就不投票了 所以呢 今年的这个美国大选啊 实际上来讲 不是这两个阵营之间选 而是这两个阵营谁能够动员这些不投票的人投票给自己 就他不是说动员对方的阵营 这个动员不了 这个大家都已经弄得非常清楚了 就你甭管怎么样 我都会投 就这个死忠粉啊 要不然我就投民主党 要不然我投共和党 这个你根本就不可能去把他们影响了 重点是这一大堆的不想投票的人 这两个我都不喜欢 那出了这件事之后呢 大量的这些 这事实际上都不是中间选民 而是根本就对两党推出的候选人 都已经非常失望的这些选民们 那很有可能去投票 那他们投票给谁 你是给拜登还是给川普 这我要割 我要割美国 其实嗓子不知道怎么了 不好意思啊 可能这两天 这个这个时代太潮 开空调开多了 我要割美国 对吧 你我估计我都我看了张照片 我都得投川普去 虽然你知道我大家都知道 我其实并不是很喜欢的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人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 但是我有可能还是投川普 就是两个 就是这两个人比在一起 拜登再往下干这四年 确实是你看着他那种老态 笼终那种态势啊 他各种各样的平衡啊 你看着也是挺难受的 所以本来就很犹豫 对吧 这两个 当然我现在在日本 我他妈就是拿着身份 我要选也是选日本政治家 我不可能去选这个去选这个美国人 对吧 我没身份去选嘛 那但是呢 如果我在美国 我有可能就在之前不打算投 但是现在我可能会投川普了 这个确实是不太一样的 那至于说很多朋友在问说 如果川普上台会怎么样 川普上台真的 我说实话啊 拜登是个有理路的人 就大家大致能知道 他能干出点什么来 但是川普上来 他能干出点什么来啊 不是很好说 我这是我一直强调的 他这个人办事吧 他怎么说呢 按说起来就想起这一出 就是你如果你说他有什么 他有什么那个路径的话 就是这路径呢 你拿不准 他这最大的特点是这个 有人说这个 他那个就会对中国好 这你放心 绝对不可能 对吧 即使是他是个生意人 他也不太可能 因为这几乎是美国社会的共识 他不会去干这件事情 第二个说那个说普京会赢 就说他跟普京关于特别好特别好啊 这你也是瞎扯 这种大政方针的状态下 甭管他是谁上来 继续支持乌克兰 也是大概率的事件 支持台湾 也是大概率的事件 对吧 支持以色列 也是大概率的事件 这些东西 其实说起来 不会有太多的变量 当然可能各位 你们 你们可能找出川普的很多的 原来的这种言论 或者怎么样 千万别信他说这些话 真的 你们千万别信说这些话 他今天说完 明天就可能把这事给改了 这不要相信这件事情 他不是 第一 他不傻 对吧 第二 他干事 不会让你能把他这个东西估算清楚了 这个是我们应该从这两点来说 所以呢 就是说 我个人也不会觉得川普上台 世界就会 就会 就会如何如何 美国就会 就会完蛋 对吧 反正我也不太相信 说那个拜登上台 说美国就会完蛋 对吧 他这老卖昏溃 然后呢 动不动就 就弹了弦子了 那可能都干不完这四年 然后直接 他那副总统 现在是那贺利锦 不知道会不会这回 还陪着他去竞选 他上来以后就如何如何 这个其实我都 我都不太担心 这个世界上 他已经走到了一个 这个分岔路口 美国已经选择往那边走了 他整个整体选择往那边走了 所以他大差不差的 还是往那边走 那就是这么简单 新冷战 已经降临 那美国依然要负起领导自由世界的这个责任 那就这么简单 到这个分岔路口 美国已经决定往那边走了 只不过 只不过实现的方式有所不同 大概就只是如此 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太大的变量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当然各位可以在评论剧录员讨论 就是我还是这句话 讨论没毛病 您是穿粉也好 您是穿黑也好 您是拜粉也好 拜黑也好 都不重要 咱们心平气和一点 对吧 心平气和一点讨论 您哪怕您在美国 这也犯不着这事 是不是 当然了 这个 从这个 从这个 必须还有另外一个反思 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美国的安保 也确实有问题 我问过美国一朋友 说是这个 虽然说是特勤局去保护这些人 但是呢 当时周边 周边清场的这个责任 是由当地警察 警察来完成的 这当地警察的素质 跟那特勤局呢 还是有所差异的 可能呢 这就漏了相了 所以我不认为 有任何阴谋论 你说川普自导自演 这他妈纯扯淡 那子弹都离 都离那么近了 对吧 那那个都 我看着那照片 都已经看着 那个子弹飞过的轨迹了 那要自导自演的话 我觉得这川普 这就不叫 这叫纯是找死 这不完全不可能 所以 但是你要说是说 这个拜登这一块 说给他安排个枪手 把川普给干掉 这事也不可能 美国政治啊 虽然也挺黑的 对吧 就当现在 现在说起来 这个肯吉迪这个事情呢 那大家还都是一脑门子雾水 到今天为止 也没有一个 这专门在美国是一个 著名的一个 一个社会 一个叫什么 应该叫社会业绩研究啊 还是什么的 一个重要的分类 我记得我看过好几本 关于这方面的书 那就是各种各样的说法 那但是到今天这个时候 如果你要是说 这个还是民主党这一块 某背后的深层政府啊 这个大佬 为了把这个 把这个 这什么 威胁 灭杀在萌芽状态当中 派出千回百转 派出一枪手 干掉这个竞争对手 这件事吧 反正我个人觉得啊 也可能我见识浅漏 对吧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所以呢 您要是说阴谋论呢 我个人建议 您就别在我这留这言了 这没啥意思 这我觉得挺挺无聊的 因为在我的概念里呢 这个相起阴谋论呢 是一个智商 智商稍微的低下一点 这个事情啊 这我个人一个小偏见 个人一个小偏见 各位尽可以相信啊 尽可以相信 大概就是这样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就会回到 另外一个想法 说 你说 要是咱 要是咱圣上 也碰上这事了 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是这样啊 首先你看啊 咱圣上这个人呢 我一直说 持身保命 这方面特别强 他要在的时候 别说中国没有枪啊 就是这个 社会上枪支很少了 就是有枪的时候 他周围的几公里之内 就是王老爷子周边几公里之内没穷人 就是圣上现在出行啊 就是他已经达到了周围 没有任何一个 没有经过正审的人 没有任何一个 没有经过搜身的人 没有任何一个对他造成威胁的人 基本是一帮群众演员 所以呢 完全我们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我相信咱们圣上呢 会非常在这方面呢 就是只要是军队或者警察这边 或者是高层的其他敌队势力不出手 圣上会非常开心的 就是祸害万年啊 就是他可能一直执政下架 或者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是我能够相信的 当然也是祝圣上早日上眉山 或者早日LAP 但是这只是我一美好愿望 但是实际上而言 他会非常安全 可他万一碰上这事会怎么办 会怎么样 我其实特简单 他就尿裤子吗 你可以相信啊 真的 咱圣上是圣上 我说了 就是内怂外狠 他是一个又怂又狠的人 他实际上特别怂 特别保命 他只要是 你看 你见过任何一个 哪怕是独裁国家的 这个就真正独裁国家啊 那真是说一人之 就是所有的公民 国民之上的 在那坐着那位 真正出了这个 这个什么天灾人祸 他能不到现场了 有几个 全世界 你把所有的国家拎过来数 有几个 一个 只有一个 连金三胖都不是 真的 只有咱圣上一个人 他能干出来 河南有水灾 他能跑青藏高原去 你换一个 另外一个人 他都没这么厚的脸皮 真的 这咱圣 我不早说了吗 咱圣上那脸皮能到什么 能直接作为中国整体国运的下降的时候 就是这个飞机下降啊 能直接让他基辅着地 那基辅是什么做的 那基辅就是圣上脸皮做的 知道吗 那就能扛得住 那绝对牛逼 所以呢 那一旦是 一旦说是真有什么事 你就看上圣上叫裤子就完了吧 对吧 所以你看圣上什么时候穿过白裤子 很少穿白裤子吧 他一般穿的都是深色的 他重点是什么 不显的 理解这事了吧 领导领导人的着装 是有其目的的 必须先跟大家说在这啊 这个以后再跟大家详细聊这个 这是这事 那既然说到圣上了呢 明天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发生 就是说呢 第二十届三中全会要开了 就拖了很久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呢 要开幕了 终于要开幕了 其实啊 就是咱圣上的这个 就是这几个三中全会 因为三中全会差不多得有个四五年的时间开一次嘛 对吧 然后呢 那这个呢 是不是有这个 这个有没有先例呢 其实上一届三中全会啊 实际上来讲 也是 也是不是按点开的 好像是呢 我记得呀 是因为一般来说呢 都是这个 年初开这两会 然后二中全会啊 什么这些东西 然后呢 在秋季的时候 开这个三中全会 但是去 17年那一回啊 就俩就连着开了 他就是三月份就开了 这个呢 就等于是一个 第二个任期嘛 趁热打铁的一个事情 当时呢 是布局啊 是比较完整的 那这个为什么是这回要开的这么晚 实际上而言呢 很简单一个事 就是这一两年的时间呢 就是整体形势啊 在一个急转直下 在整个的官僚体系当中呢 就是不断的在冒出这种异己分子 就是盛上的安全感 就咱咱俩 我不说了吗 他一直安全感不足 他的安全感到今天为止 他都没有完全的能够说满足了 所以他到今天到这个时候才开 他觉得我把这个东西就全给摁住了 我能够说把这个包括军权 包括警权 包括舆论宣传 包括整个中央委员会 我都已经给摁住了 我才开这个 为什么啊 你这样 咱们看一眼啊 就是在这个今年呢 就是从去年到今年 大概呢 有40位左右的副部级以上的高级官员就被查了 那这个各位可以去查 数字其实蛮庞大的 这个呢 基本都算是 你说是老虎肯定算不上 因为副部级官员还是蛮多的嘛 但是呢 这个基本上也是属于那个钻山豹那一级别的 对吧 OK 那副国级呢 已经有两个了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 这个所谓的这个打老虎 以这个震慑的名义干的这些活 圣上已经干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会如此 就是他发现自己亲自提拔 就是亲自指挥 亲自提拔的这些人 实际上来讲 在他下面不知道分了多少派系 并且跟他并不一定是一条心的 这个没有办法的事 因为只要是这个国家 就是这个当年老毛 咱蜡祖说的一话 其实有道理的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这不可能的事情 只要有权力所在的地方 他就必然要分派 人群中左右 总要分出左中右来 那政治的最大的目的 就是让这种东西呢 叫做斗而不破 就是大家呢 好一点的 对吧 大家是一良性竞争 OK 呃 某着劲的把国家往好了走 那差一点的呢 就是把这个权力呢 都给集中在一块 让大家呢 能够说这个 这个权力最大化和效益最大化 然后呢 互相之间的请养 这个在中国这一块呢 正好是在后裔中 就是大家为了争取 这个各自的这个利益 都把对方往死了玩 然后圣上左在的位置干嘛呢 他就要笼罩全局 让你们都效忠于我 可是发现一件事 实际上这件事特别难 他是做不到的 这个虽然他公斗的本事 确实不错啊 但是他也没有可能 以一人之力 那个是一个非常牛逼的能力 那只有古代的 有一些帝王能够做到的事情 但是他做不到 所以呢 他就把这些东西 他就一直在推进 他希望能够获得最大的安全感 然后再开这个会 包括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他忽然发现自己的 就我一直在强调 他最大的安全感的来源 军队 依然是他无法掌控的东西 这也是在他这回 你看把那个谁 叫什么 那个什么什么 叫陈呢 陈红军呢 还是叫什么 什么红军呢 就是临时提拔 提拔到这个上将这个位置 总管这个总政这一块 政治部这一块 那像这样的事情 他现在都在都在做 所以呢 这么长时间 等于就是在布局 而且呢 他在找一个方法 如何开这个三中全会 为什么 是因为三中全会这个东西啊 各位可能都应该知道 我们最早的改革开放 一直传的是哪个 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个在这个全会上呢 整个的中国开始了一个大掉头 简直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也算不上胳膊肘弯啊 胳膊肘弯就转回去了 90度的一个拐弯 它是根本就不太可能 说是说 就在就是 就是你可以看到 那个时候的中国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 他跟原来的老毛那个政策 基本上是完全是被倒而驰的 对吧 他就是旁出协议了 就出去了 那个我们视作为中共改革开放的一个起点 那这一回这个三中全会 是也是在内忧外患的时候 在召开 它需要找出一个模式 来解决目前所中国处的这个环境 是一个这个环境已经很糟糕了 怎么解决它 对吧 有聚焦于哪些方面 这个很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啊 那我们都可以看到啊 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数字就能知道 今年一到六月份的时候 外资在中国从开公司啊 就是说那个设立外资的企业 一共有多少家呢 两万六千八百多家 但是实际利用外资额减少了多少呢 减少了29.1% 就是我开了一堆公司 没钱进来 就这么简单 就我们可以从这一个数字 就可以看到这个整体的这种形式是怎么样的 那OK好 那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一直这个问题呢 几乎是无解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解答 包括外交上 外交上你从这个 你去跟着这些 你去倾向俄罗斯 对吧 我一直说 咱胜上这个旗枪磨弹 这个磨的经常是靠俄罗斯那边那个弹 这个弹已经快磨的差不多了 虽然也有一些收益 但是实际上而言 从整个国家来讲 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事情 但是它又从政治上而言 它又是一个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统治 更为合理化的一个方向 所以那它只能 只能接着磨这个弹 就是各个领域都 都亮了红灯 那怎么办 在这个三中全会上 它就二十世纪三中全会上 它要解答这个问题 而这个解答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 它可能聚焦于几个方面 我其实基本上有 我认为就是主要的方面 大概只有三个 第一个是政治 政治的因素 对吧 政治政治的事情 要不要进行改革 接着去往下改革 这个想都不要想 这么多年了 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 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启动 有几次几乎是这个 这个发动机几乎是要打着火了 正改的发动机几乎要打着火了 然后卡机折了 一个是89 这咱们都能知道 对吧 这是外部一个强加的 那王夏是谁 老江的三个代表 这个王夏准备去 那个准备去往下 往下启动一下 他三个代表 其实是我原来跟大家解释过 老江的这个做法 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 他从一个革命党 是转型成一个执政党 而不是从革命党 接着转型成一个地下党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他把最大公约数 他需要纳入到这个执政群体当中 这个是老江聪明之所在 但是没往下真正走下去 三个代表 他成为一个 只是一个口号 他没有真正成为 这个整体的这个国策 这是一次 还有一次是胡锦涛 咱涛哥当时啊 实际上而言 刚开始是有锐意改革这个心态的 包括温家宝也是如此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他们两个是看守内阁 他最后有交班的 老人趴往下一压 跟压三和哈组是一样的 直接压下去 你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所以后来他也就整体的 就怎么说呢 真正躺平 最高阶层躺平的 您见过谁啊 就涛哥 涛哥是那个中国级别最高的躺平者 知道吧 他就躺平了 就几乎就没干什么事 这是一个 到了今天 政治改革 已经成为了 最多往悔改 开倒车 不会再往前改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他说所谓的政治改革 没戏了 而且这个一定会就是说 会让国外有一个警惕 因为一直以来 自由世界有一个想法说 你的经济改革 由经济促政治 然后你去整体改变你的国家 这个面貌 以及政治格局 已经破产了 证明西方的这种道路 你是走不通的 很多国家那个道路 你是走不通的 因为你整体的文化制度 在这搁着 一定不会让你走通这件事 对吧 你就只能是如此了 今天不是习近平 也有可能是刁进平 谁上来都不会干这事 所以就不要想了 政治改革这事 怕死 不可能 他不论怎么说 都不可能 这是一个 那经济会不会有什么好转 就是说经济的这些政策 会不会好 其实不会 为什么 是因为 就咱圣上的经济学业的 胎教业这个水平 他始终是觉得 我要把这个经济 回到国营 或者是央企 这块为主的模式里 其实在原来 虽然我们一直在 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当中 一直强调的是民营经济 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非常有意的补充 是国有体制这种补充 但是实际上在甭管是在哈祖的时代 还是在胡锦涛 涛歌的时代 甚至于在咱们圣上的第一次 第一届任期当中 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国有体系的这些东西 可以掌控国家最基础的命脉 比如说三桶油 对吧 像这些 但是真正有活力的是民营经济 这个也是大家是有共识的东西 你虽然表明 就是中国这事经常会让 打着左蹦 向右转 对不对 但是像这个 这个已经在现在破灭了 而且这种倒车是不能改的 你改也改不了 就是咱胜上的治国理政这些东西 你可以看出来 他从一开始就没信过这事 他在第一个任期那 他只是因为自己权力的不稳固 还是在利用整个的民营经济 他最终还是要把这些给弄掉的 搁到国企这一块 尤其是这位有一毛病 就是说他又不是真懂 他真是说懂了 你用真正的模式 你国有经济这种模式 你去捋也就罢了 他他妈是用的是王八权的模式 就是得一个捶一个 不定捶到哪去了 那就是整体的信心被打得更厉害 你就是乱拳打死老师傅 这是特别要命的事 所以经济上的改革 你说白了 他说什么你也不要信 还有一个就是军事 军事是这样的 就是到今天为止 我含上那句话 军队是他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各位千万记住 到今天为止 他也没有真正在军队当中 他可以用自己的 现在的和平年代 所掌握的军职 总司令的职务 可以这么说 三军统帅 这个职务 然后用这种行政的模式 然后怎么样去把军队给整肃 这个没毛病 但是真正掌控军队 到今天为止 他是做不到的 他甚至于自己提拔了 你从他提拔的这个位置 这个上将 各位你们就能看得出来 他要想整个的 把军队的高层 让他要不然被压住 要不然是都是自己手里造就的天子门生 他离这个目标还远的很 还要有很长 很长一段路要走 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 你让他去给他去弄这个 没行 你还得等着看 另外就是外交 外交这一块 外交这一块 实际上而言 路径已经是在这么走着了 所以你让他直接放低自己的身段 对吧 因为外交跟经济啊 政治它是连在一起的 那前面两个你既然没法走通 你去外交这一块 你让他把这个战狼的模式给改改变了 对吧 再去跟这些这些国家 他去重新建立这种关系 取得别人信任 这是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西方自由社会已经非常清晰的 现在明白了 不太可能能够跟中国打这个交道 甚至于原来川普跟谁都说是哥们 这都像我们 其实川普都像北京人跟你说吧 这个就是谁都是我哥们 我这事就我知道 对吧 这事就我牛逼 这就是我哥们 我喝酒 一电话就给他招过来 大概就都这路子 全这口 所以他就那么一说 他真是说起来 跟你让他再信习近平 再信咱们圣上 不好意思 口误 再信咱们圣上 会怎么样 不会的 一样不会的 所以外交这块也打不开 所以这回三中全会 他实际上来讲 你不论他说的是什么 不要信 没有任何一点可信度 他的所谓的正向的改革模式 都不要相信 没有任何可信度 可言 二一个就是能不能解决问题 他能解决的最大的问题 只有一个就是他自身的稳固性的问题 其他的对于他而言都不是问题 在这之前已经做了巨量的铺垫 你知道吧 巨量的铺垫 所以他也只能够做到这一点 其他的都没什么 对此抱有任何的幻想 或者是对此抱有任何的期待 都是错误的 完全错误的 你只能看着这个飞机 他这么往下滑翔下去 我就会一直不说中国崩溃 崩不了 中国是崩不了的 他就滑下去 然后用圣上的脸皮当刹车皮 那是基辅着陆 他就落地上了 想再飞起来 那就得看 圣上脸皮可能不能塞发动机里当染料用吧 大概就这样吧 也就如此 但是这个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 好 跟各位下车继续 我们下车继续